首先填詞方面,今次邀請了周耀輝老師來填詞 是自己一個很大的榮幸 因為周耀輝老師他很擅長填一些很有詩意、畫面的東西 他填的詞是很重心裡面的畫面 這首歌也是一首很有氛圍的感覺 他用了很溫柔的詞 但是他寫了一些很強大的意義 例如他用了節契的編詞 可能他一直以來都是想忠於自己 想很善良 但是他可能在路途上會受傷 但是他都會勇敢繼續走以後來的路 而且他都會堅持自己繼續去純真和善待身邊的人 繼上一次那合作之後 今次又再次和Bip老師合作 今次Bip老師的排舞我自己很喜歡的 因為他好像排了一個整番天使的感覺 在中間砌了幾隻翅膀 正上都帶了天使翅膀 我一開始跟他講 都很累了,都很滿意的 哈哈哈哈 看了這張照片之後 哇! 辛苦是值得的 更加提醒自己 不要偷懶,要繼續做做 最近在排演唱會 又要準備自己的新歌MV 近來的體能上 坦白說是有點累 因為我都很少成形自己累 近來都覺得很累 尤其是腳很累 因為我在社交媒體也有跟大家分享 說我的腳最近真的很酸痛 但是我都逼自己 逼自己不要偷懶 尤其是 一些一定要做的行程之外 譬如學唱歌 還有做健身 我覺得是我堅持一定要做的 因為我不想讓自己退步 無論是能力上 還是可能整個感覺 整個感覺給人 是健康 或者是 presentable 所以很堅持做健身 然後也有許巧成來 想自己不要太瘦 藥質纖纖 因為我經常覺得自己好像 好像被人感覺很瘦 所以我也想 合結實一點 2024年我自己展望 在音樂上 我會 我想我會以跳唱為主 繼續 對 今年應該會出跳唱歌 比起上年更加多 因為 很想繼續試多些不同的風格 譬如上一次的跳唱歌 就是on 給人感覺是握著奏迷快 含含聲 不停去的 但今次由 mylife這首歌 又完全不同風格 我想2024年 我很想大家繼續 期待Anson Lo的作品 每一次知道Anson Lo出歌 一定是一些很不同的東西 會有這種驚喜 會繼續有 很期待大家會繼續對Anson Lo 有很驚喜的感覺 2024年將會是一年很忙的一年 因為會和MIRROR 其他兄弟一起做演唱會 和巡迴 所以 希望體能上 會受到 看這件事 誰是可不不得的 有很迷信 原因 是 您 打手 你的 ME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